热水是选择热水的功能 当您按下热水按键时 可选择摄氏40度、75度和85度 您所选择的温度标示将会亮起 预设的热水温度为摄氏85度 不同的热水温度可用于多种用途 为防止在使用热水功能时发生烫伤事故 请务必使用带把手的杯子 长按热水按键三秒或更长时间 即可锁上或解锁热水功能 水量功能让您可从水量设定中选择所需要的出水量 您可选择四种水量设定 120毫升、250毫升、500毫升和1000毫升 当悬好水量设定后 相关的水量标示将会亮起 预设的水量为120毫升 自动升降是一种防止溅水的功能 出水口后方的感应器将测量杯子的高度 并自动调整位置 长按水量按键三秒或更长时间 即可打开或关闭自动升降功能 环境是一种选择室温纯净水的功能 连续是可选择连续取用冷水或温水的功能 连续功能可一次取水长达三分钟 在连续模式下 按下任何其他按键即可停止出水 冷水是选择冷水的功能 紫外线纳米自助灭菌护理 是对出水口内部进行灭菌的功能 当按下自助灭菌护理按键时 出水口内的紫外线LED灯将会亮起 并可消除出水口99.99%的细菌 紫外线纳米自助灭菌护理 将在开机一小时后自动运行 紫外线纳米自助灭菌护理 每小时将自动运行一次 如果您想要加强灭菌 您可以按下自助灭菌护理按键 进行手动操作 在自助灭菌护理运行期间 按下出水键将自动停止自助灭菌护理功能 出水键是在取水时用于允许或停止出水的功能 选择所需要的饮用水和水量后 按下出水键 如果在出水时按下其他按键 出水将会停止 出水键上的提示灯将通知您何时需要更换滤芯 提示灯的颜色将从蓝色变为橙色 这将让您更容易辨识何时需要更换滤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